我们要来介绍聊天成交超人这一款软体 它的其中一项功能也就是可以呢 帮你呢把部落格的文章自动发布到 你指定的粉丝页 换句话说呢做完这个整合之后的效果 就是他会把任何你指定的部落格的文章 然后每一次你有发表新的部落格文章 他就会自动的张贴到你的指定的粉丝页里面 那当然这个粉丝页必须要是你是小编或者是管理员这样 好所以首先呢你登录 聊天成交超人之后 来到左侧这边有一个发布功能 然后点击呢Social Posting就是社群贴文 然后呢往下卷卷到Auto Post自动贴文的部分 然后点击RSS Post RSS啊就是一种能够把一个部落格的文章 全部把它聚集起来的一个网址 好那我们这边呢每一个部落格系统 它的RSS的连结不太一样 但是呢如果你用的是Wordpress的网站的话 那它大概长得像这样子 也就是说呢你在你的网址后面加一个斜线 然后呢再打Fed Fed 这一个 然后呢你再按一下Enter 你就会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界面 这样子的一个界面其实就是在 如果你看到的话那其实就是RSS Fit 就是你这个部落格RSS Fit 然后接下来呢你只要把它先复制起来 然后回到这里来 然后点击新的自动发布 然后这边命名 那如果这是来自你某个部落格文章 你就把它写下你的部落格名称 然后这里呢就是贴上这个RSS Fit 然后接下来再按增加就可以了 因为呢我已经有增加过了 我已经在这边增加过 所以就 不要再重复增加一次 那增加完之后呢重新整理一下网页 它会变成这样 然后接下来你有几个动作可以采取 第一个就是设定 来做进阶设定的部分 那再来呢 你也可以点击这个Fit的名称 那它会把你引导到这边去 就是原始的那个Fit连结 那我们现在直接来 做这个设定 好设定的地方呢 这边 第一个就是你要指定呢 你想要贴到哪一些粉丝页 你可以贴超过一个以上的粉丝页 那只要这个粉丝页是你的就可以了 换句话说呢 完成这样子的整合啊 就非常方便 每一次呢 你有部落格文章发表 那 你所有的粉丝页 或 你在这边指定的粉丝页 就全部都会 收到 就是那个部落格文章的连结 那等一下我会来实际测试看一下结果 然后再来呢 你还可以更进一步的连结到呢 你的个人的Linding 好 Linding呢 就叫领英 他是全台湾 全世界最大的专业的卖碗 如果你有 你有他的账号的话 而且你已经有整合的话 那基本上你就可以来这边 像我已经有整合了 因为我有一个账号 我也可以让他同步 发表到我的领英的账号去 那这边我就不这样设定了 好 那再来呢 时区 你只要确定 如果是台湾的话 就是加8 台北这边 然后发布时间啊 预设就是整天 那这里有一小段说明 基本上的意思就是 如果呢 你设定呢 你加了好几个feet 因为这些feet你要记得 这些feet 额理论上 他可以是任何的blog 的feet 但是实际上啊 我们建议你只添加你的 也就是说你可以去拿别人的 来分 来来转贴文 是可以的哦 那就是例如说 有某个商业频道 然后他的商业blog 他的文章 你都觉得蛮不错的 那你想要把它转贴到你的粉丝页 那基本上 你就去抓他的那个 而且你又找得到他的 RSS feed的网址 然后你就可以新增到这里来 那之后呢 每一次他有发表新文章 你等于都是在帮他免费做这个宣传 如果你愿意这样做的话 这样没有问题 好那 那如果那一个部落格他的属性跟你的粉丝页很接近 那事实上就是 你帮他做免费宣传嘛 那他 也会对你的这个部落 这个粉丝页是有加分的效果 所以你适当使用这个策略 事实上是会为你的粉丝页加分的 那如果呢 你收集了很多很多RSS feed 那他就会分布在 一天24小时这个时段 然后随机的去发表 但是如果你的RSS feed很少啊 他原则上我们系统 第一个小时内就会把你发出去了 我们这边就是基本上是用预设 那不然呢 如果你觉得晚上不要发表的话 那你就是挑 早上8点啊 以后到晚上10点之间这样子 这个时间是你可以自己控制的 那是 就是24小时字啊 例如说我如果这边填8 080 00就是8点啊 这个你可以自己控制 然后呢 至于这边讯息啊 很简单 你就是说最新文章与你分享 讲类似的话 那我们系统呢 会 可以自动帮你抓他的标题 就是这个文章标题啊 如果你点击一下的话 他就会出现这个变数 这个变数呢 到时候就会 由那个文章标题去取代 好 所以基本上呢 你可能会有个问题说 我们如果去分享别人晚站的这样 RSSV 这样子有没有违法啊 没有违反著作权 答案是没有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复制他的文章 这个系统纯粹只是 转分享 他的连结而已 哦 著作权没有在规定说 你分享一个人的 晚站的连结 你帮他分享 然后呢 还违反著作权 除非呢 你去复制他的文章 好 这样子才有疑虑啊 好 那一旦OK之后 你就点这个建立宣传活动 这样就可以了 好 那如果呢 你 想要禁用这个RSSV 你就可以点这个连结 就会暂时禁用 它不会自动发了 那如果你 确定不要这个连结了 不要发表这个部落格的文章了 那你就把它删除掉 那你在这边呢 如果他有任何出错 你可以点击这边的错误 就可以看一下 有没有犯 就是有没有 发表失败 那呢 我们 来实际看一下 一个例子 像我在这一个部落格 这是我自己的部落格 然后 我发表一篇文章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那篇文章 那篇文章在 好 在这里 所以呢 我现在的设定就是呢 这一个网站 每次发表的文章 那我附加一张图 我们强烈建议你要加一张图 这样子呢 那张图才会被抓到 嗯 那个Facebook上面去 才会看起来比较好看 然后呢 这些是很简短的 一篇小文章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有没有实际把我发表到 我指定的这个粉丝页哈 结果是有的哈 等一下 这是这篇是我发表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啊 我这边是设定最新文章 与你分享 啊我刚刚不是说 会加一个变数 就是他会自动去抓 这一篇文章的标题 的确这篇文章的标题 就叫感情的目的 他也成功的抓了 那基本上他就只是分享连结 就是我讲了这样子 完全没有违反任何的著作权法 换句话说这个功能非常强大 你只要 抓几个网站的 跟你的粉丝页有关的 网站 然后呢 就让他自动同步 到你的粉丝页 这样你就可以完全的自动化经营 你的粉丝页永远都不会缺内容的 因为你是转分享人家的内容 一般的粉丝页小编 还要去花时间去找这些文章 你不用了 你只要找几个很不错的来源 然后想办法去查一下 走去抓到他的SSP 你就可以这样子转分享了 对于这个网站的站长本身 他也会感谢你啊 你想想看有人转分享你的文章 到Facebook去 这不是每一个部落格的站长 最想要发生的事情吗 不然 大家干嘛在他的部落格文章底下 欢迎大家来分享到Facebook去 所以你只是把这个动作自动化 这样对你最大好处就是呢 你平常 就可以透过聊天成交操人 去帮你不定时的去分享这些文章 所以别忘了 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自动化的功能 因为他可以让你的粉丝页完全自动化起来 好那如果我真的点击了这个连结 那会发生什么事呢 很简单啊 就是他会把你 就是 就是会连到原本的这个文章啊 就这样子而已 所以呢这样子的运作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好以上呢就是 这个强大RSS自动内容自动发布的功能 那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善用这个功能 自动化经营你的粉丝页 那我们下整影片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